哇好可憐好可憐 可是我覺得越是這樣 環境是等的困難就是這樣 你明明看到很多不對的事 可是 可是你要冷靜喔 你要是要冷靜 因為其實 其實我覺得環境的對立面的人更多 對立面更多 比如說像我剛剛忘了講 國光石化也給我來韓國 就是說你只要踩到他 他其實那個勢力的反忽 是很大的 台塑也好 國光石化也好 有答沒有叫我去喝茶了 對 可是他就會說 欸你很有名啊什麼的 所以那個你的環境的對立面是很多的 而且他們的勢力其實基本上是很大的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更要冷靜 冷靜就是說 你要把事情講清楚 你講清楚他就沒有話講 就像台塑那天跟我揮說 有關台塑的全部剪掉 哈哈哈哈 他就跟我揮說 那這個周老師怎麼可以自己算一個中部地區的排放量多少呢 我就跟他說 欸副總你這樣講也不是很對啦 比如說他這個報告裡面有台中排多少 彰化排多少 雲林排多少 那我做一個學者 我把這三個加起來 統一說是中部排多少 你能說他不對嗎 對不對 你能說他不對嗎 對 可是我意思說他們這個對立面的 他們勢力很龐大 所以你要跟他講清楚 然後一對你會說 欸那這個黃毛鼠以前都只算我 這七樣的排放 為什麼現在突然要加五樣 那我就會 因為這有做功課嗎 我不是隨便去跟他吵架 我就說那副總副總 你看一下民國九十二年的環評結論 他說喔那寫什麼 我說他寫的是你排放總量不能超過四三零二 排放總量 排放總量 什麼樣子有意思 講一個很粗的話 就是你員工放屁也是不優勢也要算吧 你怎麼可以說 我只算一半其他不算 他說喔不是這樣啊 怎樣這樣 可是他也揮不過你 因為的確就是總量嘛 所以你要講清楚 你講不清楚你就會 你就會 你就會有麻煩啦 他就會反駁你 要什麼 又經過所不應該擴展 為什麼我們要反駁 為什麼要蓋高屏大火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就是每天就很焦慮的問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你要一直問自己 你要把話講清楚 否則那個勢力的反駁 不是你能夠想像的 真的很可怕 小到就是他就會去部落格 有時候你看到那些留言 心裡也會覺得很怪 覺得很不舒服 那更不要說律師來喊 不然就早點去喝茶 對就是動作很多啊 動作很多 然後他們還叫我做一件事情 都不知道怎麼辦 他說就像以前我們環保也做得很好啊 你要不要幫我們做一個報導 我如果那輩子寫說六七環保做得很好 我大概大概 而媒體也不要幹的喔 一直踩你一直踩你啊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啊 寫信來就假裝說啊 你有 我有寄信給你 你有收到嗎 我說真的嗎 沒有看到耶 就是就是這樣子喔 你要花很多時間去做 不是報導以外的事情 我剛剛講就是你個案的改變 要去促成制度的改變 譬如說 我們這話都很多 好就是像勇揚他成功了 可是我會繼續追別的 比如說你的那個環境法有問題啊 水源保護法有問題啊 要怎麼改 那環保也是 你當成功之後 還有其他事情要做啊 你努力申訴的制度對不對 有什麼東西要改 消理稀也是啊 工業廢選 業直播也是 風險啊這一些 那基本上 剛剛副作講的沒有錯 其實 其實工部門都是 我現在 我今年又有新的檢檔 我覺得工務員都是被我們罵笨的 對不對 他一做錯你就罵他 所以他就越來越笨 那我現在改變策略 你做這個我就稱讚你 他就覺得他有被稱讚 他其實 其實公務員很多 我認識很多公務員啊 他們也想要把事情做好 可是有些事情真的 真的很無奈 真的很無奈 比如說我們講說 那個氣象雷達遷移啊 所以怎麼不遷 他說我是一個公務員 我今天也沒有違反任何法律 然後也沒有辦法證實 這邊人的傷害是我雷達造載的 那我今天就去跟立法委員說 我要編兩億千億 我跟你講監察院明天就來找我 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莫名其妙浪費公堂兩億 你就等著監察院彈和你 你一被彈和 被彈和十年不能退休耶 不結案是不能退休的耶 你就看到很多官員說 你怎麼還不退休啊 人家怎麼早早退休 就說有案在生 有案在生 所以監察院 監察院現在變成一隻大怪獸 真的怪獸是監察院喔 就是 而且監察院是每個人去陳情 他都一定要受理的 那你不小心被彈和 你就是十年不能退休這樣 所以公務員有時候 像我會體諒他們的難處 所以你有時候要去幫他 你要去幫他 比如說我就會去 我也會做一些私下遊說的 就是不是寫的 就跟他說 那反正你雷達是90年蓋的嘛 對不對 那你雷達依規定 我要幫他找法令喔 你依規定你15年到20年 就可以更新了嘛 對不對 最晚20年 那你就說你民國110年就可以更新了 那既然如此 你要不要提前更新呢 對不對 你不過提前幾年嘛 所以你也遷移了 然後你也不會被罵說你浪費公堂 而且也不會影響你雷達觀測天氣 對不對 你有時候會幫公務員想辦法 你不要一直罵他一直罵他 他就是很笨嘛 就是想不出辦法 我就是想不出辦法 你又一直罵我 他越罵越笨 越罵越笨這樣 所以你有時候要幫他想辦法 他說對啊 好像可以喔 試看看 他有什麼辦法 他就跟你講說不行耶 那個氣象局嘛 交通部說不行耶 那你就去幫他找立委 我真的會做這種事喔 就是那那個 劉建國委員啊 你要不要把氣象局的人找來溝通一下 假裝開會這樣子 然後當著他的面啊 然後打電話給那個可以決定的官員這樣 當場決定 就是我覺得一個事情改變喔 不是你們看到表面這樣 很多細節很多細節 當然記得這樣是不是管太多了喔 有時候好像有管太多了 可是看事儘管 看事儘管 你可以管 就像我常常 常有人去 剛剛復仇說丟雞 有人常常去環保署門口丟雞蛋嘛 不然就是讓人家在外面淋雨 那我就會在那邊協調 你把他淋雨了 你趕快讓他怎樣怎樣這樣 齁 寫表演就要這樣 好 那怎麼樣克服 這個可以講兩堂課啦 怎麼樣克服你自己的不足跟那個焦慮 你到底有沒有寫對寫錯 像我就會常常看東西 記者要常看東西啦 譬如說你 你若明天有機會去參加環保大會 你就會看到人家給你兩頁 薄薄的擠 薄薄的擠 簡報 我不是那種看簡報就滿足的人 我就會去跟那個官員說 那你那本那麼厚給我 給我看 喔喔喔好了好了好了 他有說這是機密 你說機密就機密喔 對不對 就是你要想辦法邀到真正的報告 裡面就有很多東西 或者是你要上網去找 去下載 公務員有時候熟了 他就會用信貿袋包一包給你 欸你不要送我給你了 有時候就是 其實我回想這麼多年來 其實後面真的很多人在幫你 幫忙你 對 然後常常接到報案 公務員會跟你報案 那中間哪裡很有趣 就是說我在聯合說還常能用過假名 借你的名字寫新聞 為什麼 因為告訴你的人可能是唯一知道那件事情的 兩個或三個人 好像我就寫過一個新聞 像我就寫過一個新聞 害過 我就害過那個葉俊宏 為什麼 因為寫出來之後呢 那件事情只有兩個人知道 聽到一哥是環保成長 所以他就會被降級 怎麼鬼的這樣 所以有時候就是會擦槍走火 所以到後來碰到很敏感 我就會借同事的名字寫稿 你怎麼樣不要害到你的算憲民 這中間真的很有趣喔 這中間真的好有趣 好 然後就是說 你要常常聽會議啦 常聽會議 常常看資料 沒事就是找資料來看 多問專家 不要只問尹捷了 還有就是採訪權的警覺 採訪權的警覺 採訪權的警覺 發現現在記者真的比較不知道 比如說美牛好了 美牛不是不然只是那個 後來都不讓記者聽嗎 那後來不是有人去記獎嗎 後來就有一次可以聽了對不對 然後你就看到很多的記者 包含公視的記者 他都會報說 今天的公聽會全程開放 我聽了就覺得 現在記者是沒有人教你 什麼叫全程開放嗎 因為那天是錄影 錄影 然後記者只能在外面 在外面聽 那為什麼有記者認為 錄影轉播是全程開放呢 錄影轉播當然不是全程開放喔 錄影的話我就會拍 我想給你看的嘛 可是你知道 你在現場會看到什麼 你就會看到很多線索 比如說像重要的環環島 你就會看到那個 那個中紀初展 手機不斷的拿起來講電話 然後就有那個 他的同能不斷的地址調給他 你就知道他的氣氛 你這個蔡司長 那個氣氛很奇怪 所以錄影轉播當然不是全程開放啊 為什麼現在記者會覺得 錄影轉播是全程開放呢 所以我們一定要 記者要團結 你知道前年那個台獸開股東會 後來記者全部衝進去是怎樣 就是裡應外合 就是你跟一些就是 比較熟的股東交代 就說等一下我們記者要衝進去 然後你們裡面的人稍微把那個門 就是拉一點點鬆這樣 真的真的 然後拉一點點鬆 然後說哇 五十幾個記者全部衝過去 那門就把他打開了 所以記者一定要團結 他不讓你聽你就要這樣子衝進去 那你說 你說你不讓 你為什麼要衝進去 我講我做永陽那個電視好了 如果我今天沒有拍到最後那個結果 你那個片子就沒有結尾了 對不對 所以你記者衝進去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啊 你千萬百計就是要衝進去 他趕緊走你就飛到 飛到不出來你不要出來 你要不要發言一下 他也是 應該要這樣 當記得就是要這樣 好奇寶寶也常常這樣 絕對不出來 他叫你出來你就問他說 那你拿出法令問我為什麼要不要出來 然後換他打不出來 舉證反轉 用到舉證反轉 那當然就是說 當然這個是不能否認 很多人就會說 你們會覺得好像環境異體就是少數人在關心 為什麼大部分人都沒有關心環境異體 那其實 其實我覺得是記者要自我檢討 其實環境異體跟過去不一樣 其實你會覺得好像是小春落的事情 可是小春落現在的空氣問題不是 不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講六千 六千好了 他就會排放那個污染 我前上禮拜也去台南採訪 你從大概台中高鐵站往下面走 哇那一整片都是霧麻麻的 那不是霧喔 那就是PM2.5 難講霧 所以現在的問題其實環境問題已經不是事不關級了 可是還是很多人是不關級 你怎麼樣讓他覺得那事情跟我有關 那當然跟我們的能力也有關係 比如說像很多人就會去我播個留言 你寫得這麼難給鬼看 我都念環空氣都看不懂了 那當然是這樣沒有錯 就是說你怎麼樣去讓自己寫東西更容易看 這是我不斷的挑戰 所以你會發現台灣台灣沒有科普新聞 沒有沒有科普書 那為什麼 你有時候看那個什麼菲曼講霧靈 哇好精采 誰有看過 超好看的 看到晚上都不想睡覺超好看的 為什麼科普書會寫這麼好看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要寫成像那樣 環境新聞就會更多人看這樣 你不要說不要亂丟垃圾 很多問題都是不斷的反思 比如說點天燈 點天燈到底會有什麼污染 點天燈好不好 烤肉好不好 也要烤不好 然後就是說你要回到中道 你覺得文定記者要更冷靜 你要回到中道 你要公平的去對待很多的資訊 然後讓每一個人 正在努力的人被鼓勵到 你不要再大人罵他 他就會配 越罵越笨 越罵越笨 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公務員現在 系統真的很難為 監察院就算了 還有什麼正峰市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專門 這叫什麼 嚴正署 我就聽到很多公務員跟我講說 他們現在不敢發包答案 因為一發包一定會有事嘛 對不對 然後上上個月南水局長 他說我下個月要 他跟我講說下個月我要 我要 我要招標一個 我有史以來最大的標案 所以他要去 他要出國 避風頭 一定會有用於 這麼 還